大家好,欢迎来到球家老司机,带你领略不一样的篮球世界。 在媒体日结束之后,胡人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他们的训练营。 对于胡人的这批球员来讲,由于詹姆斯在此前已经组织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迷你训练营, 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些东西,各球员相互之间有了一定的了解,有了一定的化学反应。 在胡人训练营的首日,胡人的氛围比较和谐,通过训练后的采访可以看出, 胡人全队上下都非常满意这次训练。 而在首日的训练结束之后,胡人新帅哈姆接受了采访,他谈到了新赛季的一些安排。 训练结束之后,胡人新帅哈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他首先被问到的就是有关于新赛季威少是否会首发出场。 对此,哈姆的态度比起媒体日活动的时候,有了巨大的改变。 在媒体日接受采访的时候,哈姆并没有正面回答有关于威少是否会首发的问题。 他表示球队还有一段路要走,阵中有很多非常合适,也非常让人兴奋的后场球员可以担任首发。 言外之意就是威少需要靠表现赢得这个位置,并且哈姆也保留了一些其他选项。 意思是即便威少替补,你们也不要意外。 人们,在训练营首日训练结束之后,哈姆就打消了疑虑,他坚定地对外宣布,威少就是他们新赛季的首发后卫。 哈姆原话是这么说的,威少肯定是一名首发球员。 他在训练中展现出了这一点,他引领全队,并且做得相当出色,他给全队都带来了足够的活力。 不过,在被问到除了詹姆斯,浓眉以及威少之外,胡人剩余的两个首发会如何安排时,哈姆卖了个关子。 他称自己剩下的两个首发位置是留给贾巴尔、沃西以及拜伦斯科特的,很显然,哈姆还没有就新赛季的首发完全做出决定。 胡人这套全新的阵容,哈姆还需要研究搭配,看看什么才是最奏效的组合。 另外,在训练营中,胡人球迷还迎来了一个好消息,他们在上一个休赛期用两年,一千万美元签下的后卫男人已经正式回归了。 他参加了完整的训练,包括全场五队伍的对抗训练,那恩就像是一名完全健康的球员一样,没有任何一样,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。 在训练后的采访中,那恩表示他已经100%健康了,他声称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这种这么健康的感觉了,这让他感到舒适。 他也认为自己变得更加强壮了,速度也恢复了,那恩还表示他不关心自己是否会守法,但他认为自己是最强的后卫之一。 此外,在训练结束之后,詹姆斯再次重拾习惯组织队内三分赛,不过,这次詹姆斯没有喊太多人,他专门拉了微少和浓眉来比是三分。 相同位置,每人轮流出手三分,谁先投都谁就是输家,前两轮,三人都稳稳命中三分,而到了第三轮,微少和浓眉依旧抬手就有。 詹姆斯的出手弹道有点偏了,球砸到了篮框边缘。 对于自己输掉这场小型的三分比赛,詹姆斯也非常懊恼,不过,从三人的三分比拼可以看出,浓眉的投篮似乎有所进步,而微少也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。 不同于比赛中的跳投,微少在训练中一直是以点头的方式出手三分,这种出手方式显得更加稳定,也更轻松。 在休赛期的训练中,微少就一直以这种方式训练三分投射,不过,以往微少在训练中同样是以这种方式进行训练。 但到了比赛当中,他的投篮方式不自觉又成了跳投,这一点是他应该要改变的。 对于胡人球迷来讲,新赛季的胡人确实值得期待,包括A史密斯在内的诸多媒体人都一致认为,新赛季的微少将会比过去的这个赛季取得更大的进步。 而在哈姆的采访中可以得知,微少新赛季的目标是打出精英级别的防守。 虽然在微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,他从来都没有展现出那一点。 但在胡人经历了一个几乎让自己身败名烈的赛季之后,并且经历了一个动荡的休赛期之后,微少的内心似乎确实会发生改变。 实话实说,胡人的问题仍在伤病方面,哈姆已经表态,他会减少詹姆斯和浓霉的消耗,让他们尽可能保持健康以及保证活力。 微少如果真的愿意全力防守,胡人能够打出反击的话,新赛季的他们确实值得期待。 另外胡人还迎来了一条喜讯。 一年456万,雷霆、劳英交易后,胡人得到低配版3D的机会来了。 根据美媒ESPN的报道,老鹰和雷霆达成一比二换一的交易。 具体方案为,老鹰送出莫里斯·哈克利斯和一个二轮选秀权,从雷霆得到维特·克雷一起。 数据,21-22赛季,哈克利斯场均4.6分2.4篮板0.5助攻。 21-22赛季,克雷一起场均6.2分3.4篮板1.9助攻。 从数据来看,这就是一笔小打小闹的交易,对两支球队的极战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 只是对于雷霆来说,在这笔交易中又获得一个次轮,这位日后的崛起又积攒了一个筹码。 值得一提的是,休赛期·哈克利斯在赫尔特的交易中被国王送到老鹰,这才待了一个月就又被交易到了雷霆。 主打位置,21-22赛季,哈克利斯有75%的出场时间打3号位,24%的出场时间打4号位,可以说是一个风险摇摆人,我们来看。 再三,4号位上,雷霆有,约什吉迪,达里厄斯·贝兹利,切特霍姆格伦。 这么一看,雷霆对哈克利斯的需求并不多,或者说之所以做这笔交易更多的还是贪图次轮钱。 当然,这也就是为何后续有消息爆出,雷霆会买断哈克利斯了。 对于此,我的理解是,既然需求不大,还不如就此买断呢,至少可以起到节省开支的作用。 关于哈克利斯,有两点值得一提,三分,出手比,生涯至今的621场比赛里,哈克利斯的三分出手比为33.3%,三分效率。 生涯至今的621场比赛里,哈克利斯在三分现卖的表现为1.9投0.6中,命中率32%,从以上两小项数据来看,哈克利斯主要以三分出手为主。 但效率相对一般,捧手,以21-22赛季为例。 在哈克利斯的对位防守下,对方的命中率被压制在44.4%,三分命中率被压制在31.3%. 来看几个实力,利拉德,对位8分17秒下,限制其7投2中,3分6投2中。 哈登,对位6分0秒下,限制其3投2中,没有获得3分出手机会。 布克,对位5分20秒下,限制其5投1中,3分3投0中。 英格拉姆,对位4分28秒下,限制其3投0中,3分1投0中。 从数据来看,不论防后卫还是封线明星球员,哈克利斯的效率都不错,急于以上两大点。 可以说哈克利斯是攻入手强的存在,当然,考虑具有3分投射能力下,算是低配版3D的存在。 我的意思是,不像克莱汤普森,米卡尔布里奇斯这样。 3分,防守多优异。 哈克利斯相对不错的只是防守这一项而已。 弓弱手强的特点下,就更加被雷霆放弃了。 毕竟从重建球队角度出发,具有进攻能力的球员才是守卫的,打出华丽进攻才有助于卖票。 基于此,我认为胡仁得到哈克利斯的机会来了。 首先,胡仁对哈克利斯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, 其因,自占煤舰队以来,具备防风险能力的球员就一直是胡仁所需要的。 其二,不管战绩如何,胡仁这曝光度都是联盟独一档的存在。 蓝点一结合,一定程度下看,胡仁能够提高稳定的表现机会。 如果打出不错表现的情况下,通过这曝光度就能达到向联盟证明自己的存在。 其次,胡仁得到哈克利斯的方式,在合同还剩一年456万的情况下。 有两种方式,通过纳恩来交易,等待哈克利斯买断后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。 两种方式究竟是哪种方式不重要? 重要的是胡仁对哈克利斯有吸引力的情况下,让得到的概率大增。 如果能得到哈克利斯,那么在我看来遇到伦纳德,巴特勒这样的封线时可以交由其来领防。 这对于詹梅来说无形中减轻了不小的防守压力。